柴志平遭中國禁館不認行賄 喊怨吻心無愧 我覺得 對我的努力造成了 默許有了一個污衊 我沒有任何一個 跟電視台或者是官方 有過任何金錢上的往來 不管是在台灣還是在中國大陸 我吻心無愧 小雙小雙 柴姐終於顯身了 你是說中國網路一直傳出 被中國禁館的那個喔 他人呢 該不會在中國被抓走了吧 沒有 他說他在心嘛 我在處理電影的事咩 目前消息都說 他疑似捲入北京央視的弊案 好像跟行賄有關 而且央視吧台的副總監 黃海濤已經被帶走 喔不是還有超過100名員工 要接受調查欸 是說柴姐他有發聲明澄清了 因為中國積極掃談自己 可能會以證人的身份配合調查 可是法務部確認的公文上 寫說他是涉嫌刑事犯罪欸 對啊律師也說如果只是單純 證人不會被限制出境的啦 國台辦也證實啊 說他跟案件有關 中國檢方需要他協助偵查 但他其實靠中國市場賺了很多錢 上次阿東出事 柯爸柯媽在北京住飯店 人家柴姐是住自己的北京豪宅欸 萬一他公司的戲以後進不去中國 阿不就要喝西北風了嗎 我最近並沒有進大陸的工作的計劃 當然啦 這時候去中國 豈不是自投羅網啊 呃不得不說 這一切隨時都從阿東出馬開始的啦 大笨蛋 你這個大笨蛋 評歸了Online 今天居心裡面又說 問心無愧 報導 喧嘩